这位就是罗宇通来自广东 第一轮比赛 倒数第三个出场的罗宇通 采用了难度3.0的5335D 反身翻腾一周半 转体两周半 好的 这动作完成的还是不错 就是入水的时候 水花有一些控制不是很好 罗宇通入水的水花没有压住 最终得到了72分 紧接着出场的何冲 选择了难度3.2的5152B 向前翻腾两周半 转体一周躯体 何冲这个队员确实起跳的高度 非常充分 何冲无论是起跳 空中动作 还是入水 都完成了十分出色 裁判们打出了8.5以上的高分 这一跳也使他得到了81.6分 王峰是一名老将 现在应该说在全国都是年龄最大的一名选手了 是的 同样选择了五三三五弟的王峰 把这个动作发挥到了极致 起跳高 入水好 这一跳 王峰拿到了81分 为了全力备战全运会 王峰与女友王丹的婚礼 也推迟到了全运会之后举行 第一轮比赛过后 何冲与解放军队的李世新 同样以81.6分 并列排名第一 王峰暂居第三 罗宇通第四 第二轮比赛 罗宇通采用了难度3.2的205B 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 现在这个在一米板上采用的很多动作 实际上是在三米板中也同样采用的动作 但是在三米跳和在一米跳的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 然后罗宇通最终的完全是非常漂亮的 罗宇通的入水仍然有瑕疵 他得到了76.8分 这跟他以前在跳台上取得过很好的成绩有关系 就是优秀的选手对动作的细节都要求的比较高 第二轮比赛 何冲采用了难度3.0的205C 向后翻腾两周半的动作 高度很高啊 上届全运会该项目的冠军何冲实力不容小觑 他出色地完成了这一跳得到了76.50分 非常显著的特点 从刚刚的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一米跳板的比赛当中 我们的裁判员呢是不坐在裁判椅上的 而是坐在池边 第二轮比赛 王峰选择了同样难度的107C 向前翻腾三周半报夕 王峰的动作 非常轻松 比较很充分 水花压的控制力比较好 王峰的动作如教科书般标准 裁判们再次给出了9.0以上的高分 本轮比赛 王峰得到82.5的高分 以总分163.5 跃居首位 同时确立了自己的领先地位 第三轮比赛 罗宇通选择了难度3.2的305B 反身翻腾两周半躯体 啊 过了一点 罗宇通这动作起来高度非常充分 但是在入水的时候有一些拉过了 入水有一些松腰 第三轮的时候 包括解放军队的李世奇 本轮比赛 罗宇通入水的问题依旧没能很好的解决 仅得到73.60分 后面还有三轮 本轮比赛 号称难度王的河冲 采用了难度3.3的107B 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河冲整个动作潇洒灵动 一气呵成 得到了84.15分 虽然已经拿到过奥运会市锦赛和世界杯的冠军 但是今天我们的全运赛场竞争的激烈性和运动员的压力 其实一点都不比世界比赛小 来看王峰上一跳之后 跃升到了第一位 这一跳是一个难度动作 反身翻腾两周半躯体 王峰同样选择了305B 他将这一动作完成得无可挑剔 更有裁判打出了十分的满分 他得到了91.2的高分 三轮过后王峰总分达到了254.70分 河冲以242.25分紧随其后 接下来的比赛成为了王峰和河冲两个人的冠军之争 河冲选择了难度3.0的305C 反身翻腾两周半暴息 漂亮 很充分的一个动作 河冲腾空高度充分 入水打开及时 依靠稳定的发挥 拿下76.5分 10分76.50 王峰 前面的王峰 5152B 上一跳之后254.70分排在第一位 本轮 王峰再次选择了和罗玉通一样的5152B 而他的动作质量明显优于罗玉通 所有裁判一致给出了9分以上的高分 这一跳也使王峰得到86.4的高分 并在总成绩上遥遥领先 河冲以318.75分排名第二 在本轮 河冲选择了难度高达3.6的5154B 向前翻腾两周半 转体两周躯体 这个 这个手板走得不是很好 比较远 但是河冲还是一个 能力非常强的运动员 换一个队员 河冲高质量的完成了动作 引起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惊呼喝彩 最终 河冲得到了91.8的高分 就是比现在的这个再多转体一周 也充分说明他是一个能力很强的队员 相比之下 王峰本轮的难度仅为3.0 但是他凭借稳定的发挥得到81分 继续以422.10分 雄居榜首 下面是王峰 向后翻腾两周半爆息 王峰这名队员难度并不是最高的 但是他的稳定性和动作的规格都是相当好的 9分 最后一轮将决定金牌的归属 场内的竞争也进入了白热化 河冲最后一跳 采用了难度3.4的405B 向内翻腾两周半躯体 河冲再次发挥出了奥运冠军的水平 最终得到86.70分 好的 这动作完全的比较轻松 空中有一些弯腿 热水控制的比较好 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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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河冲86.70 497.25分 目前排在第一位 他将肯定会获得一枚奖牌 那么接下来出场的呢 就是山东选手王峰 那王峰在第四拳 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在最后一个出场的 王峰身上 王峰采用了与河冲同样的动作 3.4的难度 也是他本场比赛难度最大的一跳 毕竟后面的三米跳板 还是有相当多的对手 今天将很有可能为山东跳水队 收获一枚男子单向的金牌 非常漂亮 今天王峰整套动作还是发挥的相当出色 9.5 9.5 在这里要祝贺王峰 最终王峰顶住压力完美的完成了这一跳 再次得到了93.50的全场最高分 从而以纵分515.60分 夺得冠军 何冲摘得银牌 罗路空获得第三 王峰 未经许王峰 何冲场 collectiv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